地震現在大家會擔心的就是 如果我家的地址不夠穩定 我的房子確定OK沒問題嗎 最近大指的建案坍塌 讓大家都很緊張 也要看看自己家裡頭 如果是已經好幾十年的老房子了 是不是真的應該要重建了呢 我們先來看看在台北市 因為開發的早 所以其實在北市有非常多的這種老房子 光是今年第二季做出的統計 北市的住宅平均屋齡在多少年呢 37.8年 而且光是30年以上的老屋 就佔比超過了七成這樣的數字 那畢竟在首都嘛 其實新案的價格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的購屋族都說 那也沒有辦法只能夠先買老房子 那至於要等危老重建呢 也必須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依照目前北市的建管處資料 在今年8月底危老重建案 其實光是北市就有869件了 可以說是全台之冠 那至於各區當中呢 又以大直所屬的中山區 以128件是最多的 畢竟這裡也是淡黃區 那大安區則是排名第二 在103件 士林區同樣也是破百件 那南港區倒是最少的 只有12件 因為南港區相對是比較新興的開發區 老房子本來數量就比較小 那要什麼樣子的一個條件 讓建商願意去做為老的都根整合呢 當然就是開發效益比較高的區段了 所以房價高的淡黃區 你看到的像是中山跟大安 當然也就是熱隊的首選 對建商來說在這邊進行為老重建 才比較有轉頭 不過對於很多民眾來說 現在買新房子已經不只是 只要看捷運跟交通方便的地方了 百貨商場因為可以買可以逛 其實呢還有商業群聚效應 也是一個不錯的買房熱區 我們就來看看幾個地方 在9月份即將要開的玉龍城 現在呢在這邊的房子真的是賣得很好 近一年已經成交了369筆 相當於天天都有賣出一戶喔 交易非常的熱絡 那麼至於台北的Diamond Towers則是亞軍 同樣也是有350筆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那看來以便利性跟機能性來說 倒是不少現在新買房他們的重要考量 無論是平日或是假日 美食賣場門口總是擠滿人潮 購物車上堆得滿滿滿 大型賣場進駐 被不少民眾視為買房指標 看上的正式周邊房價杜金密碼 市區不只有好市多大論發 一旁還有伊提亞甚至加勒福大賣場眾多 也讓部分的住宅區平均房價的人落在94頭 小部分新案更有破百萬的行情 人潮帶動前潮以台中南屯區來說 附近IKEA 好市多迪卡農三大賣場林立 去年與今年的房價相比 不只南屯區平均單價略為成長 八旗寵花區的預售建案房價更已漲破六字頭 會考慮就是周邊的一些生活技能 跟像說零售商百貨一些 就像這種地方開車來就好了 就不用特地買來這邊 房價滿貴的 不只百貨 大賣場 全聯 薄牙等小型量販店 也是許多人買放關鍵 全聯就是其實也是很方便 就是有時候就是生鮮用品 然後日常用品 有時候有缺的時候趕快去一趟 很快就可以採購到該有的東西 像那個內湖好市多IKEA這一塊 它附近的住宅區是在五期重劃區這邊 那時候建商比較推出的是 中大坪數的這種建案 中立好市多這附近 它是屬於過林重劃區 那時候建商鎖定的是比較是屬於小家庭 或是手購族來購買 講求便利快速的時代下 大賣場超市不只成為民眾生活必需 更是房價鍍金密碼 三十四位馬上好了 副詞 台北報